节目 近日李连杰来到上海的某个知名蜡像馆 为自己的蜡像节目 按照李连杰在娱乐圈的地位和影响力 他的蜡像应该早就入主该蜡像馆 可是多年来他却一再推脱拒绝 这一次让他点头答应的原因 是因为蜡像馆为一基金特别设置了公益专区 如今的李连杰对于演艺圈的事业看作为一种兴趣 而公益显然已经成为了他生活的主心轴 拍戏接鱼爱好 没什么太多的 没有百分之多少 就业余爱好了 撞着了 比如白蛇要换个人情 没办法 二十天二十五天要给你换个人情 换了换了就完了 那比如说徐克导演的这个电影 就有点不同 因为它是第一个3D的武侠世界的电影 那么对我一个创作人来讲还是挺好奇的 3D的武侠世界拍出的那个动作 到底那个拳脚的位置什么有什么不同 去学去学了拍了这部 接下来不知道 接下来我不大会去考虑 还是继续做一个大义工在推动的一基金的发展 就宣传 那么以及在着重推太极打野 就希望我就给我看到一些现象 就是说我们社会越来越繁忙 那么反而就健康快乐 忽略了 李连杰曾表示自己的人生经历了武术 电影和工艺三个主要阶段 现在但凡李连杰的所到之处 必然会与一基金与工艺有关 而最近一基金正式从私募转至成为公募 对未来的发展 李连杰觉得一基金会走得更远 没有他转到公募以后 但是最重要的是一个说 他不再属于任何私人 他是有一个制度化的 一个专业化的建立 那这样的建立 如果他操作得好 他可能延续到百年 就是我死了以后 我死了以后 那个基金还存在 其实那个是我一直的梦想 那现在有这种可能 而且就是说有专业的人士在管理 那么再加上 目前的就是一个调整期 就是说把过去的一些 所有的业务往来 包括所有的家人 通过招商银行的爱心卡 或者支付宝啊 财富通啊 这些平台的怎么样给家人转过来 以及希望大家和媒体更加的关注 号召更多的人来支持 就以前的大家那些网上的犹豫啊 我为什么要捐钱给李连杰啊 等等等等 现在你都可以去掉这些顾虑 一基金就是一基金 就是属于每一个人愿意 分担一点社会责任 共同的基金 大家都知道李连杰是一基金的创始人 在转制之后基金更加专业 而他的角色也有所变化 我是一个基金会 基金会是一个理事会领导的 那就是一个理事 对 我们在二次会议会分工 不是我们每一次理事会都有一个定期的一个分工 就同意的安排 同意的做 这所谓一个成功男人背后一定会有一个默默支持他的女人 李连杰的夫人立志多年来深居简出 而李连杰在公众面前也极少提到他 蜡象节目当天李连杰表示 如今大家看到所有自己值得尊敬的地方都有太太的一半功劳 这个每一次访问都有 每一个人都问 你问我就回答 因为之间每一次访问时间有限 他就说 我们大家来这当然讲讲蜡象馆多一点了 每个主办单位我都能理解 您的情绪我也能理解 家庭 您问什么 我自认还认为是一个负责任的爸爸 以及在家里尽可能的做好自己的那个位置 那么所有你认为李连杰可以值得人们尊敬的那些东西 没有太太 肯定不肯定 必须是他那一半在无私的奉献 那么如果您骂李连杰有一些不喜欢他的那个东西 那肯定是我自己的 我会努力改正 好的 但是谢谢李连杰大教 中虎娱乐播报上海报道 那我们这边呢 整个整个 就是这里 这边的人 好 谢谢 谢谢 这边的人 谢谢 谢谢 谢谢